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宗新聞 是關於這個野生蝸牛 話說有一個網民表示 她的同事的媽媽 早前在公園 撿了九隻野生蝸牛 撿了回家 還跟這個網友的同事 跟她自己的女兒說 A小姐 無論其同事太複雜 總之有一個女人 是老母來的 跟她的女兒說 當是女兒 不知道是兒子還是女 當是女兒 跟她的女兒說 她將會做一個法國蝸牛 引起一些網民的熱意 香港近日 經常下雨濕濕 很多雨水 所以那些蝸牛就紛紛出現 不過有網民近日表示 她的同事 老母很複雜 為何不停說同事的老母 總之有一個女人 她在公園那裡 撿了九隻野生蝸牛回家 還表明是會做一個法國蝸牛 貼文經過發佈之後 食安中心都馬上發貼 制止這件事 就說不要這樣做 然後 根據女士主在Facebook群組所說 那位母親 她早前 和朋友在家樓下的公園 撿了九隻野生蝸牛回家 回家後 還跟女兒說 是跟女兒的 是女同事 跟女兒說 阿女 你給我找下 煮法國蝸牛的食物 我們吃法國蝸牛了 屌你老母 你那些是公園蝸牛 混蛋 不是法國蝸牛 走產屌你老母 乖啦 吃回那些豬牛雞 羊 魚 那些蒜糞素 吃多些菜 吃什麼的蝸牛 是不是瘋狂的 屌你老母 是不是傻的 這條牛 繼續說下去 這個女人 這個母親 她事後 就把那些蝸牛 自養了幾天 還跟朋友 討論這些蝸牛的烹調方法 什麼烹調方法 打火鍋 屌你老母 沙爹湯底 然後丟些蝸牛 還是麻辣湯底 丟些蝸牛 但是最後 都很幸運 是成功被她的女兒 制止了 沒有人吃到 她的女兒還建議 她帶些蝸牛 去公園放山 我以為她是帶回法國 放山 屌你老母 哈哈 法國蝸牛 但是她的不是法國蝸牛 屌你老母 公園蝸牛 然後她的女兒就說 已經跟媽媽說了 不可以吃的 但是不知她媽媽的朋友 對呀 因為她媽媽 跟朋友一起 很空間 屌你老母 就是怎樣 整件事就是 她媽媽跟她的朋友 在公園那裡散步 散散下部 就是 嘩有些蝸牛 不如拿回去打邊爐 這樣 屌你老母 然後這個鐵文 發佈了之後 引起了很多網民的熱烈討論 有網民又表示 其實那個女孩 是不是還未給家用 所以她媽媽 就用一個這麼含蓄的方式 來表示沒有錢買菜 屌你老母 真的很激動 這個真的 不用這樣 是吧 不要的 屌你老母 吃蝸牛 真的 頂不頑緊 也有網民表示 這個正經一點 這個網民就說 野生蝸牛 屬於 寄生蟲的溫床 意思就是說 野生蝸牛 應該會有很多寄生蟲 在裡面 絕對是不宜食用 這個食安中心就表示 台灣曾經有人 因為吃蝸牛 而沒有了條命 他就說 一般來說 可以吃的蝸牛 其實他們是有一個 特定的自養環境 但其實我都不會吃 我知道有這件事 真的有可以吃的 但我不會吃 我見到都不想吃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吃 這個世界 你可以吃蝦 吃賴鳥蝦 吃蟹 你可以吃魚 你可以吃羊 可以吃牛 可以吃雞 好多東西可以吃的 屌你老母 不要吃蝸牛 乖啦 你們好嗎 我屌你老母 剛剛試試過 蝙蝠 屌你老母 之前蝙蝠刺身的 好多激動 現在又吃蝸牛 好多難搞 好多頭痛 看到這些東西 不要搞這些東西 乖啦 好嗎 這群混蛋 繼續說下去 他就說 這些可以食用的蝸牛 是用特定資料來餵 和特定環境的有 所以 那些自養的蝸牛 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寄生蟲 應該是說不會有寄生蟲 應該是說不會有寄生蟲 那又會安全好多的 那跟著呢 食安中心還說 台灣過去呢 曾經出現過 因為吃了這個野生蝸牛 而感染這個 廣州管園 腺蟲病 屌你聽到那個名字都知道大糞 死亂了這個病 我告訴你 我只聽到那個名字都知道大糞 你看那個名字那麼糞 死亂了這些 那看下這個病是甚麼事 那這個病呢 即是一種蟲 甚麼是完善蟲 簡單點說 就是入侵人體的中樞神經系統 引致這個腦膜炎 即是會死 可能會 是這樣的意思 那他就說到 雖然你徹底煮熟了那些蝸牛之後 其實是可以消滅到那些寄生蟲 但是呢 蝸牛那個生長環境裡面 其實是積存了很多一些化學的污染物 那這些化學的污染物 是不能夠消除的 那所以這個食物呢 依然是很危險的 那所以呢 這個食安中心就是強調 市民呢 就不要走去捉這些 野生蝸牛來吃啦 那就是啦 你乖啦 不要亂吃這些東西啦 吃豬牛雞呀 蝦蟹呀 魚呀 其實都很好 有羊呀 都可以吃的 不要亂去吃蝸牛啦 大佬 乖啦 然後還有一些補充資料 那根據資料顯示呢 他這件事裡面的蝸牛 其實就是屬於這個非洲大蝸牛 原產地就在非洲東部 即是不是法國蝸牛呀 非洲蝸牛呀 扣街 你要放生它回非洲 大糟糕 好糟糕 非洲 不過因為各種原因 現在這種蝸牛 已經成為了全球著名的入侵動物 牠們是屬於夜行和雜食性的 喜歡潮濕環境繁殖力強 就可以危害各種農作物 嘩又學到東西啦 原來蝸牛是這麼厲害的 但到最後都不知道蝸牛本身是吃什麼的 對啦 蝸牛其實吃什麼呢 只看到牠經常在地上滑 一會就縮一塊 但是蝸牛吃什麼我其實真的不知道 對啦 關於蝸牛的新聞就說到這裡啦 都很瘋癲啊 各位網友 記住 不要吃蝸牛 還有小心你的爹地媽咪 如果你的爹地媽咪突然跟你說 欸 阿女 我做了法式蝸牛給你 嘗嘗吧 精神 你就看牠啦 你問一下你爹地媽咪 爹地媽咪 你的蝸牛 怎樣來的 他說沒有 跟朋友在樓下公圈撿 那你自己看腦了 真的不要吃 死人啊 老莫嚴就可以 大家小心一點 還有記住 要跟你的父母說 野生蝸牛是不能吃的 人家吃的那些蝸牛 是另外養的 是餵不同的治療 有獨特的治療環境 就不是你狗子媽咪 在樓下公園撿的那些 公園蝸牛可以吃的 法國蝸牛 和公園蝸牛 是兩樣東西來的 要教育你的父母 OK 又會死人的 老莫嚴 真是 真是 那就這樣 今天分享到這裡了 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